晨跑或是說晚上跑步其實是OK的 因為早上的空氣是相對是比晚上好的 你說大家上班之前嗎? 對對對 就是真的很早的時候 很早大概五六點就起來跑步了 然後我就去河濱公園 就是比較空曠的地方啊 然後空氣相對是比較好的地方這樣子 以肺部肺癌的防治來講 第一個就是不要抽菸啦 如果有抽菸就是要戒菸 那再來就是說遠離一些油菸啊 像是炒煮菜的油菸 有一些女生也沒有抽菸 對對對有些就是沒有抽菸的女性 那也得肺癌 然後可能也是跟廚房的油菸有關係 那你一些廟啊 有很多燒香拜拜那些菸 其實也是不是那麼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天 運動是健康的好習慣 但是運動用錯方法恐怕會更上身體 一個案例是年輕人每天晨跑 六年多的時間 去年因為頭痛去看醫生 發現竟然是肺癌的末期 不久之後就過世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來賓是 胸腔外科中正錦醫師 醫師好 你好大家好 我是中正錦醫師 請問一下醫師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空氣污染空氣品質不好 可能會引發肺癌嘛 但是現在路跑的活動又很盛行啊 很多人想說 我跑步運動應該是對於我的心肺 是有幫助的 反而卻增加離癌的風險 這是真的嗎 就是很多原因啊 那空氣污染是肺癌的一個 其中一個致病因子是沒錯的 所以說你去 晨跑或是說晚上跑步 其實是OK的 但是希望說你不要在一些空氣 比較不好的時候 或是地方跑步 像那個通勤的尖峰時段 比方說你在路邊很多車子啊 都是一些烏煙瘴氣的地方 或是你在空氣污染比較嚴重的地方 在那邊跑步 自然是對肺部不好的 這樣子 所以像我的話 我都比較喜歡早上跑步 因為早上的空氣是相對是比晚上好的 你說大家上班之前嗎 對對對 就是真的很早的時候 很早在五六點就起來跑步 然後我就去河濱公園 比較空曠的地方啊 然後空氣相對是比較好的地方這樣子 或是說有一些山上 有些會跑山的地方 山上的空氣比值也會比都市的地方好 或者就至少找一些公園啊 綠地空間比較寬廣的 不要有一些車子的地方啊 然後都煙霧瀰漫 那些比較不好的地方這樣子 那醫師我看過有人建議說 那你如果會擔心戶外的空氣的話 那你就戴口罩跑步好了 醫師會建議這樣做嗎 戴口罩可能有一點幫忙啦 所以不是說不會反對 但是戴口罩有時候你跑跑 口罩撕掉了有點喘不過氣 你可能也戴不太住 但是也有一些有透氣的口罩 那如果透氣口罩 其實你說對空氣污染空氣不好的地方 其實你防治的效果也是有限 如果你是很擔心 當然是你可以選擇在室內跑啊 比方健身房啊 或跑步機啊也是可以這樣子 不見得要戴戶外跑 如果假設你在的地方空氣真的不好的話 有一些人他會認為說 我戴著口罩運動 反而是可以加強訓練我的心肺功能 這是有道理的嗎 有些運動員是會這樣子做啦 因為他其實是增加你呼吸的阻力 所以說其實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就配稍微比較費力一點點 那你久了之後可能 如果你戴掉口罩就會覺得 那吸氣然後吸得比較順 當然可能會增加一些運動表現 有點像是在練那個肺活量嗎 呼吸的效率 類似說你可能 比方說在高山跑步 高山譬如說空氣比較吸薄啊 那些你可能 長期在高山跑步的話 你後來到平地跑步的時候 你的表現都比一般人好 有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但是我們 還是要看自己的狀況 台灣因為比較熱啦 所以其實說 沒有特別會這樣建議 因為你可能口罩濕了之後 吸氣真的是很困難 還是要阻擋通氣 但是你可以稍微增加一些 比方說有一些的阻力 是可能會有一點的幫助 除非你有特別的需要 不然我們一般人的運動 其實也不太需要這樣子做 對不太需要 那我有看過一個資料 醫師您曾經陪伴過這個 肺癌的病友跑馬拉松 這個對育後也是有幫助的嗎 可能對後面的肺部的一些復原啊 復健是有幫助的 就是呼吸功能那些的 除了這個就是他這個病人 算是還蠻妙的 他之前都在大陸工作 然後他喜歡跑馬拉松 就在大陸跑這樣子 那大陸其實他空氣彼此很糟 所以他後來就是 因為疫情關係就回來台灣 因為健康檢查他做 低劑量肺部電腦斷層 就發現說他又中費有一個 前一兩年就看到一個 0.8公分的結結 那他後來就追蹤 追蹤看到這個結結從0.8 開始慢慢變大 變到1.0到1.2 1.3 然後覺得不太對勁 所以就是 前三年的Case就轉到我們這邊 就是看看是不是覺得 他這個好像有點像是跑的東西 就被開刀把他切除這樣子 後來我們開刀切除之後 當下化音就知道說 他是一個肺腺癌 所以我們就直接做肺液切除 他那時候來我記得是11月 就來門診就說 他這個他決定要開刀 那可是他說 他12月有報個台北馬拉松 那就問我說 台北馬拉松可不可以跑 我說應該可以吧 因為我有報 所以他是 2021年的時候 對然後我就說 我可以陪你一起跑這樣子 就看完刀 雖然是還蠻順利的啦 然後結果他也是 甚至在馬拉松之前 還陪他練習個幾次 其實我也很少遇到病人說 看完刀一個月就要跑馬拉松 對那我是不太 不太確定啦 因為有第四遇到 然後後來就陪他跑一跑 發現說他還可以 然後他因為第一次在台灣跑馬拉松 所以他其實跑的時候就很新奇啊 就那個點頭停下來拍照啊 從台北馬拉松 從北英女總統府啊 什麼 每個地方經典都是一樣拍照就對了 所以其實跑一跑 就走走跑跑停停 其實他也不喘也不流汗 所以他覺得還蠻舒服的這樣子 而且我們那天天氣非常好 所以他跑完之後覺得覺得 蠻有細心的這樣子 那他復原的很好啊 因為我光是確診之後跑步真的是 對他真的復原算蠻不錯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做 胸腔圍創立實際手術 所以他一個傷口大概三公分而已 那我就恢復很快 所以他術後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真的是 跑馬拉松真的就 看不出有開過刀的樣子 那通常我們講到肺部的保養啊 除了慢跑啊 馬拉松之類的運動 他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是特別對肺部有幫助的 其實很多運動都可以啦 不光是跑步 有些跑步可能有些人膝蓋不好啊 他們也沒辦法 你可以做一些有氧 像是騎腳踏車也可以 或是這些快走 游泳這些都可以 或是說打球啊 一些球類運動也行 甚至說一些可能像一些 在健身房做一些重訓啊 或是瑜伽啊 其實都會有幫忙 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也知道生活的習慣 應該也很重要的嘛 比方說飲食啊 或者是一些作息 有沒有什麼要建議給大家的 以肺部肺癌的方式來講 第一個就是不要抽菸啦 如果有抽菸就是要戒菸 那再來就是說 遠離一些油菸啊 像炒竹菜的油菸 有一些女生也沒有抽菸 有些就是沒有抽菸的女性 那也得肺癌 然後可能也是跟廚房的油菸有關係 那一些廟啊 也很多燒香拜拜那些菸 其實也是不是那麼好 那空氣污染的地方 像中南部空氣的品質 比北部稍微差一些些 那我們就有一些病患就是 好像有一些就在什麼雲林啊 什麼六清那邊 有些說好像在那些比較工業的地方啊 就是空氣品質比較差 還不少病患就是從那邊過來的這樣子 我之前就騎腳踏車一日北高 然後經過什麼就是雲林啊 什麼台西那邊啊 那邊真的空氣品質真的是還蠻差的 都會霧蒙蒙的感覺 所以真的是有些地方 比較不好的地方 你可能就是戴口罩啊 或者減少一些外出啊 之類的這樣子 那醫師會建議有特別吃什麼東西嗎 就是我預防肺癌有沒有什麼食材可以幫忙 就是均衡的飲食就夠了啦 就是像不要酒啦 不要醃嘛 然後不要一些太多的一些添加物的東西 你可以吃一些比較圓形的食物 不要太多精緻的東西 然後當然是少油啊少糖少鹽啊 這些是對你健康比較好 其實不管是肺癌 其實他全部的身體都可能是 這些發炎的反應 甚至也先造成一些大腸癌 其他癌症都有可能 他就是容易誘發一些細胞病變的可能 或者是長期的發炎 那發炎到極致就會變成癌症這樣子 是 沒錯 所以飲食習慣還是要特別注意 喜歡戶外運動的人 要記得隨時注意一下空氣的品質 並且在安全的環境下運動 像醫師剛剛有分享 他自己訓練的一些原則方式 這樣才能真正的保護身體 保護每天辛苦工作的肺部 今天謝謝醫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感謝醫師 謝謝 那節目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如果你喜歡早安天上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